佛光上阵时,星云大师有烧出舍利纸 而且数量目前多到难以计数 因热带风暴,昨日清醒纽西兰,带来抢风豪雨 纽西兰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荷兰两架战斗机在波兰上空拦截三架俄罗斯军机 并护送俄罗斯军机离开 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欢迎收看2月14日的东方国际焦点,我是慧如 佛光山开山中长,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星云大师深浅曾经说过 然而就在昨日突辟圆满后,佛光山表示 大师不仅烧出舍利纸,而且数量目前多到难以计数 佛光山表示,在突辟仪式经过三个多小时后 弟子们在为大师整理舍利领骨时 发现有许多清静百息,光滑圆润,宛如珍珠般大小的圆形结晶舍利子 有些散落,有些则砍在洁白的遗骨舍利中 更有无数的小舍利子,数量目前都难以计算 此外,据《人间福报》报道,大师舍利子设着多为法禄般静白 其中还有红、黄、蓝、黑等流离光色的圆形结晶坚固子 其中还有红、黄、蓝、黑等流离光色的圆形结晶坚固子 热带风暴,加布里埃尔昨日清洗纽西兰北部 导致数万个家庭供电中断 超过5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上万旅客 这次的风暴除了影响空中交通 这次风暴除了影响空中交通 渡轮、火车和公车运输也中断 当局也在今日稍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是纽西兰由10以来第三次颁布全国紧急状态令 目前暴风中心已离开陆地 奥克兰周边地区的雨势也已趋缓 但风势依然维持在危险等级 预计要到明日下午才会逐渐脱离风暴影响 预计要到明日下午才会逐渐脱离暴风影响 荷兰两架战斗机在波兰上空拦截三架俄罗斯军机 并护送俄罗斯军机离开 据路透社对荷兰国防部的文告进行的翻译显示 据路透社对荷兰国防部文告进行的翻译显示 荷兰发现来历不明的飞机飞进波兰的北约责任区 经确认后 荷兰当局确认是一架俄罗斯侦察机以及两架战斗机 于是荷兰出动F-35S型战斗机从远处护航 于是荷兰出动F-35S型战斗机从远处护送这三架军机 之后将有关任务交于北约伙伴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明天见